时兵人援兵在大纪元发文 上个世纪1957年的最后一天 理财义被四川省财政厅党组批准化为 极右分子开除公职 强制实行劳动教养 当他跨进成都新南门新村4号省 老改局收容转运站的铁门时 省级各机关送去的所谓极右分子 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大多精神颓伤 哀声叹气 唯有一个风度翩翩 年龄与他差不多的青年 嘴里正轻声的哼着 再见吧妈妈 别离过莫悲伤 那是当时流行的前苏联歌曲 这歌我也爱唱 这歌词最能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 于是我俩成了相似恨晚的好朋友 其友谊延续至今 李财毅说 根据李财毅介绍 杨绍希一家在中共党内地位显赫 一个伯父叫杨尚树 自杨岸公 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书记 死于1927年重庆 331产案 另一个伯父杨尚昆 承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主席 其俗父杨尚正 致白冰 上将军衔 承认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其身父杨尚伦 早年参加共产党 在上海领导过学生运动 失败后奉命遣回四川 在军阀部队内做统战工作 1949年底协同中共地下组织 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和刘文辉 共同宣布起义 并作为三位起义将领的代表之一 与其他两位代表 趁车前往新都贵湖公园 向中共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 王维州副司令员及张金武参谋长 汇报起义部队情况和成都市区情况 欢迎中共部队早日进入成都 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贡献 成都解放后杨尚伦被贺龙聘为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顾问 四川与西康核审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 谁会想到出生于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杨绍希 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 李才义回忆 1957年整风反右时 杨绍希是铁道部第二工程技术学校的教员 当他知道杨绍希上述的家庭背景时 曾经问过他 你伯父、叔叔和你父亲都是高官 为何没有保你 为何不放你一马呢? 他说 我的右派言论是重量级的 谁都保不了我 后来李才义才知道杨绍希勤奋好学 善于独立思考 不随风转舵 比如说土改时 为配合宣传在全国上映白毛女电影 把农村的地主典型化为 黄世仁那样的人 黄绍希颇有意义 他说据我了解 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 但地主投入资金 买了土地该不该有收益呢? 如果收益的比例过高 当然可以叫做剥削 如果收益比例恰当 就应该算是合理 他还说农村的地主 并不都像黄世仁那样的恶劣霸道 还有勤劳持家乐善好施者 所以在土改时期 残酷斗争 甚至官管杀了一些地主 是不应该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时期官方宣传说 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 是想把朝鲜当作跳板来侵略中国 杨绍希也有微词 他说美国要侵略中国 何不在国共两党的内战期间 而偏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 共产党已经夺得政权的时候呢 显然是缺乏军事尝试的渔民之谈 他还说美国即使要找跳板 也只能是台湾而不是朝鲜 即使要援助朝鲜 也当之无愧是兵强马撞的苏联老大哥 而不应该是刚刚结束内战 百废待新的中国老二